台湾经贸 全球风貌 您好 欢迎收看影音快递 台北国际电子展即台湾国际RFID应用展 10月8号在南港展览馆盛大展出 今年共吸引了将近850家厂商参与展出 使用1728个摊位 主办单位外贸协会更全力恰邀国际买主来台采购 举办了将近700厂次的采购洽谈会 涵盖全球四大通路商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年精彩的展况内容 由外贸协会与台湾区电机电子同业工会 共同主办的2009台北国际电子继RFID应用展 于10月8号到11号在世贸南港展览馆盛大展出 在这里我们很感谢我们所有的参展市商 把他们的新学的产品在这里来展出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通过第一步的自外单位 全外号协会的自外单位 我们使得非常多的国外重要性的爱情 台北国际电子展聚焦电子零组件 工业电子LED安全监控等电子产业上 中下游关键产品与RFID两展 共计吸引850家参展厂商 使用1728个摊位 预计将吸引7万名国内外业者为台湾ICT产业 创造庞大商机 我们厂商的努力 我们政府相关的配合 还有我们国外国内厂商大家一起的合作 台湾当时是大家最重要的一个派遣 这一次的展览同时设置了多个主题专区 其中中小企业产品专区 以金美美术馆的形象展出各种新颖的产品 十分吸引展览目光 而海峡两岸电子展区 则汇聚了指标性厂商前来参展 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台湾国际RFID应用展 今年则展示了电子标签 超高频RFID 天线 读取器等各项RFID产品 以此展现台湾优异的研发实力与生产品质 以及各种的RFID技术解决方案 主管单位外贸协会规划了一系列国际级精彩的周边活动 包括重量级业者主讲的国际RFID应用等相关研讨会 以及参展厂商的新产品发表会 主题涵盖绿色IT 电子零组件 安全监控等产品 而广阔好评的买主采购洽谈会 今年则邀请到墨西哥第一大电子零组件进口商 以及全球前四大的加拿大专业电子零组件通路商等多家大型买主来台采购 是台湾成为国际买主10月份电子产品的采购首选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最新的活动信息 今年6月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通过后 五国将迈入再生能源新纪元 风力发电产业前景更是看好 因此外贸协会进行规划2009台湾国际风力发电论坛 邀请来自全球风电市场成长最迅速的中国 美国吉利安风电开发最积极的英国等业者代表 进行精彩演说 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并备有同步翻译 去年这个活动吸引了超过600位各界专业人士与会 今年依旧作为有限 邀请有兴趣的厂商提早报名参加 2009台北国际太阳光点论坛及展览会 11月7号在台北世贸中心 以及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今年的规模叫去年成长52% 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再加上今年6月才通过了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使得太阳能产业的发展脚步更加的迅速 也使得今年的展会更显热络 在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展会的话趣 谢谢您收看本集的影音快递 我们下次见 The exhibition where we held in area A and area B of the TWTC exhibition hall 1 with 236 exhibitors occupying a total of 500 books every 50% and 67% growth compared to last year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new products and solutions of group PV regime and application products in Spain a series will accompany that meeting making the show impactful with diverse and interesting events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 Spain fam in